韩国已故女星张子妍为求星途顺遂被经纪公司抢逼性招待 最后因罹患严重忧郁症 九年前上吊自杀 即便遗书中她清楚写断恶魔名单 但在案始中被冒记者的妻子检察官强压平息 迟至近日反侵害暴力运动再受关注 今年翻阅引来20万人向亲网台联署要求重启调查 希望能借由媒体舆论力量 还张子妍真相韩国节目PD手册钟请来和张子妍同公司的旗下艺人揭露当年信招待的真相 不少女星都表示过去都被受邀去陪酒 还会被强行拉去做人大腿 进而违气 若不乖乖照做就会被威胁演艺事业将受影响 该公司社长还会对他们暴力相向 目前该经济公司社长金成勋终于遭到判刑 需赔偿含币2400万元 张子妍生前被迫赔税上百次 还被要求玩5P 不仅被玩到不能走路 那些高阶官员甚至为了方便不想再讨 还让他被迫结党 节目也陆续公开恶魔名单 除了乐天集团父子当会长一起共享他 就连电视台社长酒店会长电视台导演都是嫌疑者 不过原刃事件报道记者 后来短暂正确的赵熙天却能全身而退 据传就是他的妻子是检察馆 导致警察在调查时受到上方胁迫与压力 于是PD手册的节目制作人想约访赵熙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